嗨,欢迎回到Yoko的周际时间 我是一位陶路牌占卜师 金钱灵气疗愈师 以及量子冷类图的解读师 同时是一位药草女巫 以及阿卡西基督的解读师 每周日晚上7点 我会从冷类图的角度来去看看 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太阳以及地球 又来到什么样的闸门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接着就来看看下周的流日吧 周一到周五 太阳仍在29号闸门 地球则在30号闸 那这两个闸门在上周已经经过详细的分析了 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 先去复习哦 周六过后 太阳会来到59号闸门 这个闸门叫做性永续 它是在建古中心的闸门 主要是在于家族永续的课题 也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家庭 要持续永续的发展下去 就会需要有一些例行公式 有一些分工需要去做 但是这些事情要谁去做呢 要如何去磨合呢 这个就是跟这个闸门有关的课题 当然它的永续的另外一个层面 当然也是跟性 也就是繁殖相关 但是更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展现的永续家庭的课题 比较像是家事谁要做啊 谁要去煮饭啊 谁要负责去接小孩啊的这些 我觉得相较之下 比较常出现的事情 比较常会变成日常需要沟通的事情 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在这个闸门的时间 我们去关注的 因为如果一个家庭成员 过度的去负担太多家庭的这些事物 到最后常常都会有大爆发或者是沟通不良的问题 但事实上家庭是属于所有人的 家庭的环境也是属于所有的人的 而每个人的精力它都是属于家庭的共享资源 那么我们如何把每个人的精力运用在最适合他们的地方 这个就是需要慢慢的平衡磨合找到它的原则的 像是有的家庭它会固定每周一到礼拜天 每个人是要做什么事情 今天是谁煮饭 今天是谁去打扫拖地 等等这些都有非常明确的标准 那经过分工之后 大家就会变得非常明确 也就是我知道我要为这个家庭付出些什么 那如果有需要调动 也知道有什么样的调动原则 听起来是非常机械化的管理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彼此对于这样的平衡分工模式有一个共识 其实也可以减少一些摩擦的机会 但就要看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运作模式了 那周六过后地球则在55号闸门 这个闸门叫做精神信念 是在情绪中心的闸门 这个闸门代表的课题是我们有一种坚定的情绪能量 相信我们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这样你才会有持续的热情去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好 但是在这个闸门的课题的时候也要去注意了 你的热情会不会用力过猛 比如说用力过猛的情况就是太焦急的希望去做某些事情急于秋成 这样也会对于你自己的信心有时候大受打击 因为某些事情就是由他资源到齐显化时机到的时候 现在可能还没有到 但是你一直用力的希望这件事情去达成 也有可能因此去得罪某些人 也有可能是得罪你自己 比如说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完成 其实并不完全是你的问题 但是你会把这些错归咎到你自己的身上 这样你也会开始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情绪 进而让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那个热情降低 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你可以在这个闸门的时候觉察看看 自己是否有时会太急于想把一件事情做好 因而情绪在一个过于高涨的状态下 损耗了太多的精力 有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把精力稍微切分一下 中间也要有一些耍费空闲的时间 才会让你更好的把一件事情完成 那这两个咱们就是情绪中心跟见骨中心的相辅相成 跟上周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在情绪中心 如果你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 想要去达成这件事情的那种情绪能量渴望 那有时候就可以让你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达成的沟通更顺利的进行 而我们想要达成的就是太阳所在的59号 咱们也就是家庭的永续 那在家庭的永续上面有一些沟通磨合 需要去讨论要有共识 那首先你必须要有个信念 一种想法 比如说你知道你希望理想的家庭沟通和谐相处的模样 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就往那个方向去迈进去沟通 但首先你是因为内心有那个信念 你才有那个勇气去跟你的家人开始诉说这件事情 而不会去担心说会不会就是他不喜欢 我去谈起这件事情造成什么冲突 因为害怕冲突就很难以磨合 然后到最后就会导致某一个人大爆发的情况 所以呢要有信念为基础 再来去做这件沟通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信念跟对方是互通有无的 当然接下来你做任何事情他都更相信你 这样彼此的信念彼此的互信才会达成 那这周六到下周三 六五九通道会接通 这是唯一的一条见谷中心跟情绪中心连接的通道 那就代表了这个通道它会结合了见谷中心跟情绪中心的特质 见谷中心是受到外在的刺激 进而有回应想要去做某些事情 而情绪中心会跟随着我们的情绪的波动 因而把情绪的能量运作在你要做的事情上面 或者是反映某些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所以六五九通道作为一个家族回路的通道 大家可以去想象的事情是 我们想要去沟通去确认与家人之间的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的状态是不是在一个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契机 进而有点像是机会教育 来去跟你的家人讨论这件事情 那同时也要去查看另外一个契机 也就是你的情绪状态是否适合 比如说你现在太累了 或者是你站在气头上 它也许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去跟你的家人沟通这件事 你家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就是在闹在耍脾气 想要他人硬去接受你的观点 这样他人也不会想要听你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道 我会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跟家人发生了一件事情 然后你不喜欢他这个行为 你觉得你讲得非常多变态 他也是这么做了 这时候你站在气头上 你站在不爽的情况下 就最好不要在这时候做什么 那接着等你可能一两个小时过后 你的状态比较好了 你也组织好语言了 你再去跟你的家人沟通这件事情 跟他讨论 那双方都不会在一个情绪过于高涨的状态下去 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磨合啊 沟通啊 理解对方就比较容易成立 那一样提起大家 人类读觉察周报 也就是周记的文字版 会在每周日晚上七点过后寄送给大家 如果想要在每周日收到一份文字版的周报 让你可以在一周当中 去觉察有关咱们的课题的话呢 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 去填写你的资料 我就会寄送给你咯 那我是Yoko 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 拜拜